有一位新潤艺术家他细细描绘毛玻璃背后的风景 这些在老房子中精致的毛玻璃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一起去欣赏 精致花形毛玻璃背后的盆栽细细欣赏 或近或远 艺术家李吉祥带我们重温旧式风景 我在画的时候我们画一件事 贴在很靠近画面的地方画 他透过这种压花玻璃之后 他的图像是有点像是色块拼图 那你今天拼图在只拼到一个部分的时候 就是你知道是这样子拼 但你还是看不出他的到底是什么 一个内容 那基本上大概要到超过一半 一张画超过一半之后 他的内容 他的空间感才会出来 现在摄影技术进步快速精准呈现细节 但艺术家李吉祥用画笔与时间 画出拟真感十足的风景 现在已经少见的电视讯号 也有艺术家暗藏的隐喻 其实我是把当成一个日落太阳下山 对 就是一个这样的想法 所以那空间感上面来讲 其实下面是比较闪的 对 它是有个空间 然后上面是比较贴近 比较聚焦的 这样才能制造出一个 就是说往下 往内的空间感 四角花形 十字纹路的毛玻璃 近看像是一幅抽象画 远看才逐渐成型 有比喻一般的进入写身 李吉祥说用毛玻璃作画 想要呈现摄影与写实绘画之间的 微妙互补